我来跟大家讲一个好朋友哈 这个好朋友呢 这位先生呢 他姓是名长 我们就叫他市场先生好了哈 这个市场先生呢 他这个人呢 有的时候心情好啊 心情坏啊 对不对 人都是有脾气的 有的时候呢 乐观一点 有的时候会悲观一点 那这个市场先生呢 他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啊 礼拜一到礼拜五 他是要去工作的 到了周末的时间呢 他是要休息的 然后跟你讲了 这个市场先生呢 而且他很会很会包装自己啊 他每一次出去工作的时候呢 他总是会 穿上最帅的衣服 抹了一点浪子膏 喷着古龙水 真是男人的味道 然后呢 我跟你讲 在工作日的时候呢 这个市场先生 他每天早上都会来我家敲门 然后我给他开门 我一看 他穿着西装革履 戴着名贵的手表 很帅气的样子 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手里还有一个手提包 有一个皮包 然后他会在我面前 很绅士的把它打开 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交易市场的信息 其中呢 又有股票啊 证券啊 等等等等 有的时候还会有 区块链啊 比特币这种东西 那不管怎么样 市场先生他就会跟我讲 他说 你看今天这只股票 涨得很好 你要不要买一点吗 然后在我正在犹豫的时候呢 市场先生又会拿出另外一只股票 说 你要不要再看看这只股票 这只股票跌得很低哦 对不对 价格很便宜 你要不要买一点 好 那我跟大家讲 这个时候我在想什么 我在想这个市场先生 他人看起来是蛮不错的 但是 他要卖给我的这些东西 我不懂嘛 对不对 我不懂你让我怎么买嘛 我只是看到一个价格 我却不知道它的价值 换句话说 我知道他要卖给我的东西是多少钱 但我却不知道他卖给我的东西值多少钱 我买的到底划不划算啊 其实这个就是 古神巴菲特一直在讲的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价值投资 他的着重点是什么 就是一个东西 它的内在价值是什么 然后说起古神巴菲特这个人呢 这个人蛮有意思 他年纪很大了 88岁 现在每天跟他混在一起的一个小伙子 叫芒格 这个也不是小伙子 这个是老伙子 然后这个老伙伴呢 他今年已经94岁了 所以这两个人加起来的年龄已经差不多两个世纪了 然后这两个人呢 一辈子没有用过智能手机 到今天为止还在用这种很古董的那种拨号手机 所以我跟你们讲 这种新科技啊什么的 特别是区块链啊 加密货币啊 这种东西 你不能去听他们的 他们这个年纪的人是真的不懂 我跟你讲 但是说起股票啊 正确啊 这种东西 他们身上是还有很多很多的可取之处的 我觉得 所以作为普通的投资者的我们 我们要学会分辨 在哪些人身上 哪些东西对我们是有价值的 你们说我讲对不对 好 说完这个题外话呢 我们继续回来讲啊 到底什么是他们一直在讲的价值投资 确切的说 怎么找到一个东西的内在价值 这两个人他们很喜欢讲的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基本面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基本面这个东西呢 三言两语 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 说明白的 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炒股啊 他分两拨人吧 基本上 一拨人呢 他每天都喜欢聊基本面 还有一拨人呢 喜欢聊个叫技术分析 当然也有的人两边都站一点 然后你们要是问我 小狼你是哪一种人 我不告诉你们 但你们可以猜 那我可以告诉你们什么呢 就是那些又不看基本面 又不聊技术分析 两边一边都不沾的 这种人我们叫他们什么 他们是纯粹的赌徒 我们叫他们赌徒 为什么说他们是赌徒呢 赌徒他只会看价格 对于赌徒来说 一个东西他要么涨要么跌 涨了他也不知道要不要买 跌了呢 他也不知道要不要卖 所以我不是说赌徒是没有机会赢的 不要误解我 我只是说相比 相比之下 他赢的概率是很小的 长久 长时间以这种方式来跟我们 Mr.Mark 给我们的市场先生打交道的话 大部分的情况下 这些赌徒都是输钱的 你们可以想一想 对不对 我们继续来讲价值投资 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 不知道能不能更形象的让你来理解这个东西 比如说你有一个很懂车的朋友 他真的很懂车啊 这个朋友 然后我现在随随便便把一辆车开到他面前 我说朋友 你看一下 这辆车 比如说是 05年的 丰田 丰田凯乃瑞好了 我说他开了10万公里 没有发生过车祸 然后新人有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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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拉不拉的 对不对 然后你这位很懂车的朋友一定会说 哎 那你让我来开一圈好不好 你说好 拿去开 好 他出去开了一圈 呜呜呜呜呜 又回来了 他停下车 然后他下车会检查一下 这边看一下 那边看一下 我跟你讲 在这个时候 他心中对这辆车已经有一个估值了 在他心里已经有一个报价了 比如说他认为在他心中 他认为这辆车值5万块钱好了 当然你是一个不懂车的人 所以所以你你是不知道这辆车到底值多少钱 但是假如有一天这个市场先生 来到了你这个很懂车的朋友面前 打开他的皮包箱 这个皮包箱里面有很多的汽车 这个时候市场先生跟你朋友讲 你随便看随便选任意试驾 我跟你讲 这个很懂车的朋友 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挑选出一款或者说几款 对他来说价格很不错的车 为什么 因为他懂呀 他知道这辆车有什么用 他知道这辆车哪里好哪里坏 我可以卖给谁 市场上公道价格是多少 他多少钱买的 可以赚多少钱 以多少钱卖出去 什么价格应该卖出去 什么价格不应该卖出去 而且我跟你讲 你都不用跟他解释的 他心里有一把尺子 清楚的很 好 比如我们就拿刚刚那辆5万块钱的车 如果市场先生正好手里也有这辆车 现在以3万块钱的价格卖给他 他说好我要买 那你觉得他在赌博吗 对不对 这就是寻找内在价值 和很多这种高手 一直都在说的价值投资的一个基本的思路框架 我不知道说完这个例子以后 大家有没有更清楚一点 最后呢 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市场先生啊 很多人是把他当作是一个敌人 或者说是一个假想的敌人 他们都说我要打败他 我要战胜他 但我跟你说 人家又不是来跟你打架的 对不对 其实这个市场先生 他人还是蛮nice的 而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他当作是我们的什么朋友 为什么 他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啊 对不对 无论是股市啊 债券啊 基金啊 加密货币啊 等等等等 他给了我们很多很多个选择 他也没有逼着我们买 他也没有逼着我们现在就要买 对不对 很多东西我们不懂 没有关系 我觉得投资这条路本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我们可以慢慢的学 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从基础开始学 当然我也会在自己的频道里 以这种方式长期的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一期的视频说的也是比较浅 但是我觉得主要是给大家灌输一些思路 之后呢 我们可以着步的加深我们的内容 同时 我自己也在每一天不断的给自己输入新的知识 我觉得投资这条路 他就是这个样子 你陪着我 我陪着你 我们大家手拿手一起成长 你们说好不好 对了最后呢 很多朋友在后台一直留言问我 说小狼 你觉得这个能不能买 那个能不能买 我跟你们说 我目前选择一律不回答 为什么 我跟大家交一个底 我跟大家交一个底 第一 我没有时间去分析去帮你们看每一个项目 第二呢 我不是什么都懂 甚至 说心里话 绝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我不懂的 对不对 另外呢 我并不知道你是谁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钱 我不知道你在什么环境里 你有什么投资渠道 你能承受多大的风险 我更不知道什么东西适合你 对不对 我希望你们可以get到这一点 而当你来问我的时候 其实他更说明了 你对一个东西 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 不是很了解 或是不是很有把握的 那 鉴于这个基础上 我会 我会分确你不要买 OK 但是 我可以跟你讲一句心里话 如果 我是你 我会买那个 我最懂的东西 好了 那这一次的市场先生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这个视频 或者觉得有用的话 可以跟家人或者朋友分享一下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赶紧订阅我的频道 狼爸爸的工作室 我是小狼 好吗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